再过几个月 我就要考大学了 再过几个月 我就要出师了 卫东 你出师的时候别忘了 给你师父招大绑子 买几只鸽子陪的 没问题 辰哥 你说咱当时偷人家鸽的时候 谁也没想到 赵大把能不能成我师父 诶 雨云 你干吗去啊 诶 雨云 我去赵老师那儿学琴 你们怎么跑那么高啊 没事 哥 你早点回去啊 别又回去那么晚 惹老爷生气 知道了 来 你慢点啊 好 萨儿 你小云在哪儿学琴啊 在河东区呢呗 要倒两趟公交车呢 路上就得小一钟头 都怪他们省歌舞团 今年招生啊 又除什么幺蛾子 非要加一个什么什么那个 乐器演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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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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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今天先喝酒 喝酒 端起来 善儿啊 过了年你就十八岁了 这杯酒 妈也代表你爹 祝贺你长大成人 从今往后啊 你要担起一个男子汉的责任 知道吗 我有个礼物要给你 自行车 车队里啊 发了一张自行车券 师傅们都没要 直接让给我了 妈知道 你在北里的时候 就会骑车 对吗 搬来一年多 我一直没给你买 咱们大院的小伙子呀 大家都有自行车了 就你没有 你不是他们的大哥吗 妈不能让你丢面子 谢谢妈 你才可以 我々不From 你才能进去 你才能给我 你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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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月 我会 你才能进去 你还能进去 兰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出事了 来 开车 我送你学琴去 好 金山哥 那我坐魏东哥的车了 把心给你 好 那你小心点啊 大哥 我们走了啊 再见 金山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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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放了 走 来把这收好了 想吃什么 我吃 自行车永远追不上卡车 唐济山有些失落 好在小云被试歌舞团录取之后 唐济山也接到了省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兄弟啊 能上大学 哥哥我谢 来 我先敬你 别的我不敢吹 有一条 我敢保证的 你要是在学校里边有人欺负你 你只管原因 我让人弄死你 不吹你 马哥 不用弄死 不用弄死 没事 不会有人欺负你 我说兄弟 有什么说什么 你看看人家卫东 现在混得是越来越好 旁边那女的 是你妹妹嘛 对对对 我妹妹 她跟卫东俩挺配的 有点福气馅 你说呢 放你馅 然后我替他把酒喝了 马哥啊 对对 马哥成年都说自个儿能喝 我就不信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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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我敬你 先干 一会儿干 来 马哥 哥啊 你到了省长 你再给我写信啊 还有啊 我将来当兵离家也远 你回来比我方便 以后这家里边 老爷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 我不但会照顾好老爷 我也会照顾好小云 你放心 踏踏实实地去当兵去 老三 那个 小云呢 我就想丑付给卫东照顾了 哥 那个 老三 我听懂了 你放心吧 我就是照顾好老爷们 我行的 我大学生兄弟 你不是 听我说两句 咱这个儿鱼当中 出了一大学生 不是简单的事 对对对 来 跟着鱼起来 干一杯 来 来 大哥 谢谢 大哥 谢谢 大哥 谢谢 大哥 干了 干了 少喝点 少喝点 我不行 自己扫的菜 这喝点多了 卫东 我敬你 不是 大哥 我敬你 哥 我敬你 第一杯我敬你 我来这儿第一天 卫东就让我头上开花 这叫什么 这叫重头彩 好 别别别 第二杯 敬卫东在我面前 直接脱裤子 这叫坦诚香甜 别别别 大哥 别说你那事了 第三杯 敬卫东 负重跟我赛跑 这叫什么 这叫舍命陪君子 好 好 这你都知道大哥 耍赖的 赢了我了 好 第二 第四杯 敬卫东为我骂 挺身门出 这好 这叫兄弟情深 不是 赵哥你来 大哥 大哥 你别喝你 你少喝点赵哥 今天是 祝贺你上大学日子 你知道 这个我替你喝 你喝多少 我全陪你喝 来 一起喝 第五杯 我也喝 我陪他哥哥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别喝了 没事儿 你让我喝 我今天高兴小云 我要请你喝 我要请你喝 你 云 大哥 你又喝啥 你替他喝什么呀 老爷们儿的事儿 女人少插嘴 大哥 我听喝 你也别喝大哥 你都别喝 我喝 我喝这第 第几杯来 哎呀你别管我 展远 你也别喝了 你喝多了 你小心你会尿炕 谁尿啊 什么大人还是 什么大人还是 东哥 东哥 尿炕 东哥 你笑什么 你喝多 胡说八道 我没喝多 啤酒和喝水 是一样的 喝多了他肯定尿炕 你们知道我这二弟弟 为什么跑那么快吗 不知道 那就是我回家 他要去收被子 年轻的唐吉山 在那一刻并不清楚 他为什么会当着众人的面 泄露原魏东的秘密 或许是因为怕输 或许是因为嫉妒 或许他年轻的心 还不懂得如何承担 别人托付的秘密 我先去趁这儿了啊 你快点啊 好 小云南 你给季山吃的东西 你怎么还不拿出来啊 唯东哥 送送季山哥吧 好吗 季山哥的车马上就要开了 送送他吧 求你了 糟了 好 往日的情景 只能让此刻的袁卫东 更加痛苦与愤怒 他不愿再去想 唐吉山突如其来的背叛 他只想到 那无忧无虑的最好的时光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带着对唐吉山 无法释怀的心结 踏上了自己成年的路途 老爷 我当别总的 找我来 您要多注意身体 是 还有 您每天吃饭 我吃点没东西能吃 好 热片 老爷 二哥 终于赶上了 把这拿着 二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少废话 我到了部队有钱 没多少钱呀 就一月工资 我一会儿出去 这没钱哪行啊 到了部队 有什么事 你们需要 尽管写信 家里头交给我 那个 这破妈妈这场面 我也不愿看 回去上班去了 把我走了啊 二哥 你 别再记恨大哥了 咱们也都是自家兄弟 人这一辈子 能有几个好兄弟 你说呢 ihood 不用怕 发烂了 找我自己 来 老大马老 我放上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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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小姐 再见 再做个好看事 再见 小姐 你都得多注意身体 不到了不对给你们写信 再见 好 这 卡带了 机器没坏 你们这帮女生用东西真废 能不能省着点啊 原住笔吗 不占有 嗯 哇 好了 我就说吧 只要唐吉山一出手 肯定就修好了 下次这种小活别找我啊 我整天很忙 唐吉山 星际六晚上有舞会 你过来吧 舞伴随你挑 怎么样 过来吧 过来呗 星际六晚上有选修课 来不了 谢谢啊 我就说嘛 她肯定有女朋友了 不会懒得 我觉得她没有 她三年都是全佑生 谁啊 是晓芸啊 季姑姑 来 我得坐 嗯 你老爷好点了吗 好点了 这天是老爷让我送来的 这我可不能说下啊 拿回去给老爷 让他补补身子 不用了 季姑姑 这些都是来看老爷的学生送的 医生不让他吃 如果是季姑姑吃不完的话 还可以留着给季山哥吃吗 哎呦 还惦记这个混小子呢 嗯 哦 他昨天来了封信还提起你的呢 听我什么 问你啊 有没有男朋友了 有没有男朋友了 还问 哎呀我记不住了 我就把信拿来 你自己看啊 听说自己一直惦记着的人 也惦记着自己 潘志云既甜蜜又慌乱 哎 季姑姑 季姑姑别找了 我得回去给老爷煎药呢 我走了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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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师傅 您的徒弟就是人机令所有巧啊 卫东 你这又是给潘志云他们家修的吧 董子 喝水啊 谢谢阿姨 卫东 瞧瞧 师傅给你打这菜不错吧 你小子过了年 二十二三了吧 我带你这岁数 我早就 你跟潘志云那小丫头算出对象吗 你呀 听师傅的 这找老婆就得找个能过日子的 别跟你爹你妈似的 吃饭 师傅 吃饭 谢谢师傅 我说什么你得听得进去 东哥 东哥 您快去看看吧 潘志云老爷又抢救呢 这回怕是快不行了 我去吧 金叔啊 东哥走 上车 咱们乘个医院 快快快快 小云 这钱你拿着 现在正是急等着用钱的时候 你就别逞强了 我们大家都是周老师的学生 我们大家都是周老师的学生 像当年上山下乡 天南海北这几年 周老师可没啥给我们寄东西 现在他生病了 我们给拿点钱的是应当应份的 小云 听话拿着啊 你老爷要是不用这些进口药啊 早就撑不到今天了 这一千块钱是大伙凑的 先把医院的医药费给续上 不够的 我们大家再想办法 对 谢谢 谢谢你们 这钱 这钱都拿着我借的 我以后会还给你们 不不不 不用还了 给周老师看病要结 季阿姨 各位师傅 您放心 小云借的钱 我就还能还 张大夫李大夫 三床病人需要急救 老爷 老爷 我是小云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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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孤单 老爷 把晓云交给我 您放心吧 晓云 好 孩子 老爷 您放心 我会照顾晓云的 老孩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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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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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给老爷做点事吧 再说我也是瑞铭的大哥 我 也不只是只帮小云 对吧 能扛事了 你记住 之前只要是不偷不抢 不干违法的事 堂堂正正正来的 每一个怎样 都是堂堂正正的爷们 妈妈有你自己做主 莎儿 有空去看看小云吧 她这几天一直都在发手 我听我妈说小云也病了 发烧 发烧 怎么样 没事 刚打完针 她睡了 没事 烧已经退了 听说瑞铭要回来了 听说瑞铭要回来了 瑞铭本来想着服完三千兵役 能转移治愿病呢 瑞铭 老爷这一病 也打肺炎 我昨天给车队打了一电话 说明儿早上能到 找我师傅去接 追这场飞行馆吧 这里是医院 不能出医院 我听说老爷生病 欠了很多医药费 没事 没多少 我能小妈还上 我知道我从小让老爷操了不少心 想着到部队以后吧 一定要好好表现 让老爷也为我骄傲一会儿 在部队里边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干 在远的拉链 在苦的延西 我都冲在最前面 连这三年我家都不休 就想表现好 能立功 能转移治愿病吗 到那个时候 工资待遇好了 就可以拖几点钱回家 孝敬老爷 照顾孝云 结果 结果连老爷最后一年都没见着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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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都怪二哥没把老爷照顾好 不对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这几年一直是卫东照顾老爷的 我听我妈说了 有卫东在 老爷走得挺安心的 没有了 大哥 我这一直辛苦着跑车 哥 哥 魏东哥做的可多了 家里买煤换气 冬天供暖 囤大白菜 修电室修电扇 就连爬高换个灯泡 都是魏东哥做的 他还不让我写信告诉你 告诉你 小白小雪你说这些干嘛 都是一家人啊 二哥 谢谢你啊 我明天就返校了 你不是才放学回来吗 嗯 那个 学校暑假安排 国庆节吧 国庆节不得回来看你 嗯 我送你 你该不会送 我来送你上课 你送什么 你送什么 嗯 我还病着呢啊 医生 我还病着呢啊 喂 是你送我还是我送你啊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 我回学校想找一个勤工俭学的活儿 想替你把老爷欠的医药费给还上 你怎么了你 你哭什么呀 别哭了 你哭什么呀 你怕那钱还不上吗 不就一千块钱吗 没事儿 我有本事能赚着啊 好吧 你为这事伤心的是吗 不用你管 这本来也不是你的事 魏东哥有本事 他会替我还的 他还 他还那是替你还的 我替老爷还不行吗 那行啊 那等你赚了钱 你自己给老爷去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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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把晓云托付给你 还说别的呢 也 没来及说什么 像刚才大哥说的 老爷 做得很安详 二哥 老爷钱的那些医药费 我来还 老爷钱的那些医药费 别说外话 我这当哥的吧 也没让妹妹伤心 回来路上吧 我一直在想 从小到大吧 我倒是妹妹照顾我的份多 现在老爷不在了 我就想让我妹妹 就想让我妹妹 能够过得好点 行了 三儿啊 咱俩也没什么生分了 你不还得 让那任务部给你安排工作呢吗 得有些日子 我跟车队申请了 过两天跟师傅跑长途 能挣得多点 你放心 账柜我还了你帮管了 瞧一瞧 看一看啊 这个牌子的人参风亡浆 在苏联那都脱销了 全部出口美国啊 美国大总统 炖炖早点 羊面包上抹的都是这东西 好吃着呢 你要不好吃 觉得有什么问题拿回来 我把钱全还给你吧 还滋阴壮阳呢这东西 就是这家店 上次我在这买了20盒 回去还不够分呢 你们俩来过是吧 怎么样吗味道 挺好的 来十盒 十盒是吧 老板给我也来十盒吧 好嘞 四十块钱 我来两盒 别别别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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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是两盒 老板来两盒 慢走啊 大叔这是四盒呢 请慢走 慢走啊 你这是卖刀吗 什么刀啊 四把刀 老板 健康 我这没看见你这做生意忙着呢 你什么 成八顿讲究 做生意吧 这讲究形象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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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拖啊 不 说什么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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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来给我打工 咱们是省理工学院 积电系的高材生 你这不是成天超超的忙 没人手吗 我这给你介绍点 你那点恨虚了 小伙子你过来试试 还真不错啊 还真弄响了 星期天有时间吗 我天天都有时间了 慢点慢点慢点 好好 对 这个 对对对 来来来 你小心点啊 慢点 这是哪个份儿 蛮好的 谢谢师傅 这趟长途 开点窍了吧 我跟你说啊 跑长途赚钱 不在乎这点 补出今天的辛苦 就是咱们这空车往回走的时候 沿途这些小厂子 有货往前带的 只要赶上咱们这些 长途司机的班次 咱们的空车 就是他们的货车 懂了吧 这就是广东人发财的生意经 是 师傅 您看 咱这趟倒是看些广东跑公销的 是跟咱们那不一样 人都活了 而且人吃的穿的带的用了 瞧那 这年头 什么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就是让一部分胆子大的人先富起来 你们那个四把刀马云涛 人家放着肉连厂的工作不干了 不也上省城干个体户去了 听说还老往东北隋州岭那边去 发大了 你呀 学着点 啊 哎 盯好了啊 哎 就一车西瓜 你们猜怎么着 一辆拉达叫车 开回来 所以我跟你说 季山啊 瑞民这次来省城 我觉得对 这一步走得非常英明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 你要是一头扎在江水 大好青春可就废了 你们看看 你们那个二兄的 魏东 一头扎在广东 一趟一趟的跑长途 都不想回来了 所以我说 就是三块六毛斑 在那儿再憋一年等着转正 再干三年的科员 五年之后 才有可能提干 当个辅科 就你那猴子屁股 能不能坐得住 还俩人说着呢 就算你一路上市厨走到底 走得特别好 顶到头 也就是退休之前当个副院长 那你兜里才多少钱呀 你看看你现在 就这半年 每天夜里边过来修修电器 细水长流啊 没断血呀 瑞平啊 嗯 你哥为你们家欠那些债 可是没少费心思啊 修电器的叫上门 他连课本都不打 这半年 风里来雨里去的 从东城祈祷西城 前两天学校找到这儿来了 说是要给他处分 马哥你讲散了 你再说说那个隋州礼呗 啊 隋州礼